比较像呢 是 上来就给打开了 对 但是这个球书罗德传得非常棒 一个人吸引了三个人的防守之后 是欧冠的防守强队啊 伟特卡的防守特质 对 在今年欧洲杯还是有所体现的 对 就是他在欧冠是一个场均的分不大 他要投篮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投篮姿势非常奇怪 对 是从肩膀上推出去 书罗德的三分怎么样 来了 书罗德其实进入淘汰赛之后的状态非常不错 他上一场还是进了一些神奇的球 但是呢 在整个比赛过程之中不够准 就是已经失去基本没啥悬念的 对 时候呢 这个书罗德传进了 这就是刚才赵宫提到的 这批NBA球员们说得 瓦格纳 泰斯都在不断地空切 然后 所以这一届的 哎呦 手发丢了 虽然东西奇认为他有一个NBA的 他应该得到一个NBA的工作 但是呢 这两场比赛可能不太有这个机会了 收得 左侧的三分球再次投进 这样的话都得把分差拉开了 对 以前那个赛季呢 在一个弱队效率 场平的分是扣20的 那里面的阿尔德打的分王 哦哦哦 这长出来 哦哦 博特曼 这球看着有点 今天瓦格纳的表现 当目前为止也是比较的一般 只出手了三次 拿到四分 博特曼 好球 博特曼啊 终于到了这场比赛呢 我感觉恢复到了他的一个正常水平 就是他们的博特曼还在场上 博特曼其实是内线移动最慢的一个点 好球 说得 这个欧洲部一个人过四个 我必下手呢 以他的身体条件扛住骚托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主要还是今天德国队打的并不够紧张 对 说得 辰出来 但是八部的三分怎么样 哦哦 赛事第二颗 后呢是脚给破坏出去呢 往里走一些球呢 往的位置D曼不敢投了 现在就是谁来往里走呢 D曼换一侧 逼着投 来了 没办 35打 哦 131啊 哎 突然变防守了 过篮换了个131连锋 说得 说得超远距离的三分球 NBA三分线的距离 我这种强投能力的人啊 这时候啊 可能还是得换回 刚刚追分的那个阵容 会场上显得空间分布更好一些 这段时间斯劳特和波恩特他两个人 说得点一下 还是要三分球 说得啊 这一颗两个三分球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 他在防守段并不算是波兰阵容影的一个 而且这个球也是他被 对 说得 他在防守段并不算是波兰阵容影的一个 那就是波兰阵容影的一切